這個罷工會就此停止嗎 是的 是的 什麼時候開始停止 現在回去就會全部停止 會員勝利 罷工不可怕 罷工不可怕 完全有力量 完全有力量 會員從27號 零點零時 零分 開始 回復正常的任務 經過約五個小時的談判 黃航先任董事長何卵軒 在週五晚上9點35分 宣布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空服員罷工結束 目前的進度 正在做最後的文字確定 待文字確定 雙方簽署之後 這整個談判的儀式就已經完成了 職棒除了答應 恢復松山報到救治以外 也承諾會逐步提高 空服員外站的津貼 由目前每小時2塊美元 到明年提高到5塊美元 罷工的部分 我們必須尊重公會對外的宣布 不愧在他發言 會回八十七 會回八十七 明白了 沒有禁止 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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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航罷工打響 勞工抗議長時間攻時的第一炮 數百名華航空姐 從週四晚間開始 徹夜鎖在南京東路 華航分公司前 在柏右路上洗地而睡 展現抗議的決心 罷工十二小時 公會就收到一千三百本會員的護照 畢竟當初預設三天 收到一千五百本護照的目標 新任董事長何卵軒 週五剛上任 就被逼得出面寫傷 當面承諾會妥善處理 我一定會好好處理這件事情 會顧及到大家的權益 顧及到大家的健康 我想這是我的責任 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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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種種的配套方式 可以去度過這個罷工人力缺口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公司直接大量取消航班 我們就說這報復是因為公司 並不是已經完全沒有人力可以用了 不跟公會協商 然後直接把航班全部取消 我們認為這種玉石劇粉的方式 是非常惡劣的 不少立委也到現場替空服員打氣 路過的民眾也紛紛幫忙加油